亲爱的福音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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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谢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 祢真是这样的爱我们 主啊祢不但爱我们 祢也希望我们能够爱祢 你希望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在爱的关系中 继续不断地成长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恳求亲爱的圣灵 今天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 把上帝的爱启示 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让我们认识主的爱 主啊 也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爱你 带领我们 谢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啊 教会最近讲台在传讲雅歌书 雅歌实在是一卷非常奇妙又奇妙的书 它一开头就说 我们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是最好的 最好的 而这一卷书呢 它讲的是爱情 圣经里面的诗歌当中最好的一卷 竟然是讲爱情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圣经还讲爱情啊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没有错 把它当作圣经最好的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 神就是爱情的源头 神最懂得爱情 在雅歌书里面 只有一次提到神的名字 是在雅歌的第八章第六节那边说 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焰 雅歌书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 竟然把它跟爱情放在一块 你可以看见 这是神的属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 应该是说最重要的属性 爱情是耶和华的烈焰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那么神在创世纪里面 祂设立了婚姻 设立了夫妻 设立了家庭 就是为了要彰显祂的爱 那这个宇宙的结局 在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 是羔羊的婚宴 对吗 都是爱 你看见上帝所设立的宇宙的终局 竟然是神和人之间的爱情 好像夫妻那样的关系 你就知道这件事不奇怪 雅歌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透过雅歌书可以学习爱情 可以学习跟神之间亲密的爱情 也可以学习跟人之间亲密的爱情 雅歌整体来说 它是一首诗 而且它是一首情诗 它不但是一首情诗 而且它是在讲一个爱情的故事的一个情诗 它是有情节的 有起承转合的 我们已经讲了两讲 第一章跟第二章到第三章 在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 我们是讲这一对恋人 他们彼此之间炙热的这个爱情 彼此有强烈的吸引和追求 那么第二讲 就是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 我们是讲什么 我们是讲看见说这一对恋人当中 他们遇到了痛苦的离别 和爱情的失落的这个痛苦 他们发现他们在爱恋的关系里面 隐藏着一些破坏和拦阻的因素 就是小狐狸需要除去 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第六节 讲到第六章第三节 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对夫妻 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情的关系 好像达到了另外的一个高潮 另外的一个高潮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盈亲的 一个盈亲的队伍出现 在第三章的第六到十一节 它是从这里开始讲的 那么也许这个故事的发展 是要说他们这一对恋人 到这个时候他们要结婚了 那么所罗门呢是那个丈夫 所罗门去迎娶她的妻子 她用了非常豪华的轿子 而且四周有六十个精壮的勇士 护卫着她 她带着她母亲送给她 在婚礼上带着非常华美的冠冕 那么到了第四章 整章以及第五章的第一节 马上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 仔细地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在讲这一对新人 他们在洞房花竹叶里面的情形 这一章读起来会脸红的 但圣经一点都不避讳 它把新郎新娘 在洞房花竹叶里面描写得 非常地美 非常地美 你注意 新郎看见这个新娘 非常地欣赏 她不停地赞美她 她说我的家偶 你胜美丽 你胜美丽 你美极了 然后她从她的眼睛开始称赞她 她的眼睛 她的头发 她的牙齿 她的嘴唇 她的脸颊 她的颈像 一直到她的乳房 她都有非常美的称赞 然后她说我的家偶 你全然美丽 毫无瑕疵 接着她们就享受她们彼此的美好的爱情 她们有伟生的爱 她们有情感的爱 她们有身体的爱 她们最后在她们彼此的性爱当中 这个爱达到了高峰 所以在第四章十六节 最后一节 跟第五章第一节 她们在描写她们这种的洞房花之乐的情形 四章十六节是妻子讲的 妻子说 欢迎北风南风吹来 显出我里面的这个香气 欢迎第四章十六节说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她家美的果子 她邀请她的良人完全地占有她 享受她这个人 然后呢 第五章第一节 这个丈夫就是良人 她也称赞 她说 我妹子 我心腹 我进了我的园中 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蜂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和奶 她享受她的妻子 她们两个在一起 进入到一个爱情的高潮里面 那么这一段过了以后 后面第五章二到八节 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出现 会觉得非常的突兀 就是她们享受了那么好的婚礼 那么热烈的一个洞房花子月 可是马上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她们中间的关系又出了问题 她们又遇到了另外一种的别离的 一种痛苦的情况 什么呢 这个情况有点像是梦 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就是这个新娘听见 她的良人来找她 半夜来找她 敲她的门 表达了她内心的疲倦和身体的需要 而这个家偶 这个妻子 竟然因为觉得麻烦而拒绝了她 并且她在里面说 我的衣服已经脱了 岂能再穿上呢 我的脚已经洗干净了 岂能再弄脏呢 等等的理由 她懒得理她的丈夫 后来她去开门的时候 她的丈夫竟然走了 她惊觉不对 她就立刻去到处追寻 都找不到她 甚至她遇到在外面巡逻的 那些看守的人 甚至误会她 以为她是不好的女子 那么不但打了她 而且把她的披肩也抢去了 这一段是讲到他们的失落 我发现雅各里面几乎每一段 都有这样一个失落的情况出现 很好 失落 然后再回复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爱情的诗歌 那么后来呢 她找不到 怎么办呢 第五章的九到十六节 就开始讲 她邀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帮她一起找她的丈夫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你的丈夫有什么好 要让我们来跟你一起来找呢 她就开始形容 她的丈夫有多好 第五章的第九到十六节 请你看 她非常兴奋地描述她的良人 也是从头描述到脚 非常完美 有高尚的气质 有健美的体魄 有完美的人格 那么好 再接下来到第六章一到三节 就告诉我们 这个新娘呢 她终于领悟了 她跟她良人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她也找到了她的良人 而且呢 她领悟一件事 这个良人不能托别人去找的 她要自己去找 而且她也发现 她的良人会在哪里 其实不需要众里寻她千百度 寻寻觅觅 他们已经结婚了 她说这个良人 就在她自己的园里面 请看第六章的第二节 第六章的第二节 她说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 到香花旗 在园内牧放群羊 采百合花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我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其实她的良人在哪里 在她自己的花园里面 她自己的花园 其实就是一个隐喻 指的就是这个新娘 这个良人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新娘 她的身上 所以她们在花园中再度地相会 并且经验了更深的尾声跟连结 这边说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这个爱情的诗篇 我很快地把它讲完了 它整个的过程 这个发展 那么这一段可以是说 她们已经结婚了 但是她们在爱情的发展的路上 好像卡住了 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她们又突破了 能够继续在爱中同行 这是爱情的同行与实践 那么从刚才讲的这个爱情的诗歌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怎么样让一个亲密的爱情的关系 可以继续地持续下去 不会中间被卡住呢 如果卡住了要怎么样可以再起来 可以继续往前走呢 这个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 也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可以突破那个关卡 可以继续地走下去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整理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是在消极方面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真的容易怠惰 我们所爱的人的需要 我们容易怠慢别人的需要 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是罪人的本性 罪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 就是懒惰 不管你多么地相爱 你仍然有可能落到一个非常冷漠 忽略 卡住的程度 这是第一个需要知道的 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树里面 要那么突兀地凸显出来那个梦境 他的良人突然来找他 他就拒绝他 然后又起来追寻他 告诉我们说人的本性容易犯这个错误 那么其实他拒绝起来的理由 其实是借口 他的良人在敲门 他说我衣服已经脱了 怎么能再穿呢 穿上就好了 是吧 那么我的鞋 我已经洗了脚 岂能再弄脏 也许他们那个地 不像我们现在的家庭的地那么干净 可能都是土的或什么 下来就会弄脏 是啊 弄脏 弄脏再洗就好了 有什么关系呢 婚前婚后 有一些不要紧的事 常常会进来拦住我们的亲密的关系 那么很多的妻子会这样讲 她说她的丈夫在婚前跟婚后差很多 婚前恋爱的时候 每天要花 愿意花两三个小时一起约会 甚至有的时候 坐车五到六个钟头 只为了见面一两个钟头可以谈话 但是婚后呢 非常地忙碌 说的是丈夫 非常地忙碌 忙到只有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约会 注意 她是用两个人都在睡得很熟这种方式来约会 这就是婚后的样子 那么婚前呢 听女友讲话呢 好像是吃蜂蜜 喝美酒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但婚后呢 听太太讲话呢 总觉得她像母亲唠唠叨叨的 这个改变是很大的 你看见吗 这是关系上面的卡住 我们要有这样的警醒 其实妻子也是一样 妻子也是一样 丈夫容易因为工作的缘故忽略了妻子 妻子呢 容易因为家庭的缘故忽略了丈夫 特别是刚刚有小孩的时候 特别地严重 妻子有的孩子当了妈妈就非常地满足 有时候会忘了丈夫 忘了她的丈夫是个男人 是有需要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警醒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真的是很容易怠慢了 我们所爱的人的需要 那么需要知道这件事呢 就要怎样呢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把我们所需要的人 甚至我们的配偶的需要 当作第一优先来看待 有一位医院的 有一位院长 他在做院长医生 有一次跟我们谈到基督化家庭 谈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 他讲了很多 他的夫妻关系里面的成长的秘诀 他提到有一次 神给他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跟管教 就是什么呢 有一次他在床上 他们夫妻两个晚上 不知道在谈什么时候呢 他自己觉得很享受这个浪漫的关系 可是他的太太 那个时候突然发起脾气来 然后一脚把他踢到床下面去 他非常地错愕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他以为他很爱他的太太 那其他太太非常地不满足 非常地愤怒 忍耐了很久 那么这位弟兄就这样跟我说 他说从那一天开始 他突然领悟了一件事 因为他是个医生 而且是外科医师 非常忙 经常是on call 随时就要走的 那么他学会了一件事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学会把他太太的需要 当作急诊 这种话要讲给医生听 他才会懂 急诊 Emergency ICU 随时都要去的 第一优先 那么这就是 这个医生的学习 我们要警醒 我们真的容易怠慢 要把他当第一优先 我们对神之间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上帝常常来敲我们的门 上帝拯救了我们 不是把我们放在那边就没事的 神非常地爱我们 常常来敲我们的门 但是很多的儿女 神的儿女会怠惰 会失去跟神亲密相交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这件事情 也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把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当作第一优先 那么耶稣曾经到马大玛利亚家 去访问 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故事 那么耶稣去他们家 这两个姐妹都非常地高兴 都接待耶稣 对不对 马大很忙着 忙进忙出 大概预备张罗这个午餐 要接待耶稣 那么玛利亚这个妹妹呢 她竟然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她讲话 如痴如醉 然后都不管她姐姐在做什么 姐姐忙到后来呢 非常地不高兴 就来告诉耶稣说 耶稣 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弟弟 不让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呢 她就非常地生气 结果耶稣呢 回答的话也非常有意思 耶稣竟然拒绝她 耶稣非常不合常理地 拒绝这个姐姐的要求 她说什么呢 她说马大马大 因为许多的事 失律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耶稣是故意要强调 凸显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注意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服侍耶稣 做午餐给耶稣吃 做许多的事情来服侍 都是好事 但是其中只有一件事 是不可少的 是什么事 就是像玛利亚那样 亲近耶稣 听耶稣讲话 这是一定不可少的 因为少了他会死的 基督徒最大的福分 就是能够跟神 有亲密的关系 要把这件事 当作第一优先 第一优先 每一天的灵修 非常地要紧 我好多年来 一直操练这件事情 但是我信主以后 过了很多年 灵修都是非常 断断续续的 大概有时候 一个礼拜一两次 有时候好几个礼拜 才一次 后来我做了传道人 做了同工以后 我灵修会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也不过 一个礼拜三四次 最多五次 很少七天的 后来我有个很大的突破 后来我每一天都灵修 一直到现在 而且我非常享受 灵修亲近族的时间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 我受到一个刺激 我了解了什么 是第一优先 有一次我跟一个 年长的一位传道人 我们一起去海外短宣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那里很冷 大概平常温度 冷会冷到零下十度 差不多这样子 那个冷的情况 真的是 我在台湾是不可能遇到的 而且那边又没有暖气 那个地方设备比较落后一点 没有暖气 晚上睡觉 下面要铺两床很厚的棉被 像中国北方的这种棉被 很厚的棉被 上面要盖三床很厚的棉被 还要穿着毛衣 甚至夹克都要穿上去 这样才能够勉强抵抗寒冷 你想想看 零下十度 然后我的脸都要盖起来 露一个小小的地方 还觉得这边很冷很冷这样子 每天晚上睡觉很辛苦 不容易睡得很好 早上起来更辛苦 早上把那个被窝一掀开 简直像作战一样 从十几度或是二十度 一下跳到零下十度 你可以想想看那种光景是什么样子 那么还要洗脸刷牙 弄完了之后 大概要弄一个小时 尤其他们的厕所还在室外 那个水几乎是结冰的 那么这样要怎么样弄很困难很困难 每天我都搞了好长的时间 搞完了以后就差不多该吃饭了 或是该聚会了 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联修 但是很有趣的是这样 我们睡一个双人床 我睡里面 那个年长的牧者他就睡外面 我有两天 好几天起来的时候要经过他出去 我感觉他起得比较晚 我起得比较早 我起来就出去 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我起来出去的时候 他的背都这样子凸起来的 我以为他是把脚这样子弄起来 可是又不像是脚啊 就很凸 后来我发现不但凸 而且会微微地赞抖 我就非常好奇 有一天我下来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背就敲一敲 我说某某牧师你在干什么啊 他这样子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样 他不是 我一下就一打开说 我在灵修啊 就盖起来 哇 我才懂 哎呀 真是僵尸老的辣了 什么叫做第一优先 我终于懂了 你懂了吗 第一优先就是第一优先 他起床醒过来 第一件事翻过来就灵修 翻过来就清净神 为什么 一出来以后温度会降三十度 是吗 那些事都不优先 最优先的是这件事情 哇 我懂了 回来以后啊 我真是非常享受我的第一优先 亲近他 每一天每一天亲近他 亲近神变成我的嗜好 每一天亲近神 如果有一天早上 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的话 我这一天一定要给他补回来 就像很多人啊 吃东西是他的嗜好 他如果午餐进食 他下午一定给他补回来 我如果早上没有灵修 我这一天一定要给他补回来 他变成嗜好啊 我们要了解我们都有怠慢上帝的危险 我们都有怠慢我们所爱的对象的危险 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可以回转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刚刚讲的是消极这方面 要知道自己有怠慢配偶的危险 第二个呢 积极的是要全然地伟生 同心同情 全然地伟生 同心同情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 情诗的这一段 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分成两块 一个是在洞房花竹叶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洞房花竹叶之后 他们经过一段失落 后来又寻回来的 第二次的 那个非常圆满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都非常好 但是都有共同的特质 我先讲洞房花竹叶 洞房花竹叶 你看那个新郎 对那个新娘的称赞 称赞完了以后 他又非常享受这个新娘 特别是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也很享受这个经文 如果你仔细地去看的话 你觉得真的是 非常地甜美 而且会脸红的 比方说第九节 他说 这个新娘的眼睛 夺了我的心 新娘卖卖 韩晴的眼神 让这个新郎心跳加速 几乎快要心脏病了 夺了他的心 那么第十节说 他的爱情比酒更美 这个爱情 他的原文是包括爱辅在内的 事实上这里呢 可能主要指的是爱辅 比酒更美呢 就是呢 让这个新娘 让那个新郎 好像喝醉酒一样 神魂颠倒 这个新娘的爱辅 让这个新郎神魂颠倒 后面第十一节又说 他的嘴唇低密 他的舌下有蜜有奶 这个嘴唇低密 是在比喻新娘对新郎的热吻 他非常地享受他的热吻 新郎非常享受 而且非常地着迷 他的舌下好像有蜜有奶一样 那么 但是请注意 他讲完这个之后 他马上在第十二节讲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他们能够那么享受 这个洞房花植月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个原因就在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念一下 第四章的 第十二节 我们的经文有选吗 有 我们一起念 来 我妹子 我心腹 乃是观守的园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 观守的园 封闭的井 他的妹子好像花园 他的妻子好像花园 这个新郎常常进到花园里面 去享受这个花园的美好 其实这是比喻他们的新生活 好像禁闭的井 是一口深深的井水 非常的享受 也是描述新生活 不过 他说 他这个花园是观守的 这个井是禁闭的 只向一个人敞开 就向他的丈夫敞开 丈夫事实上在称赞 他的妻子是处女 她从来没有向别人敞开 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雅各苏里面讲的这种 爱的关系 尾声的关系 是关键 然后到了第五章第一节 他又说 我的园子 我进到我的园子 这个我的园子 就是比喻这个新妇 他进了他 新郎进了他自己的 妻子的园子 这里面享受 完全占有了他的妻子的 这种的喜乐 而且他用了四个动词 来描述这种的完满和喜乐 在第五章第一节 他说 我进了我的园子 第一个 我采了我的木药和香料 第二个 我吃了我的秘房和蜂蜜 第四个 我喝了我的酒和奶 都在讲一件事 我的我的我的 事实上 那个新娘已经不再是新娘 新郎也不再是新郎 他们已经完全地合而为一 而且你可以看见 里面这个尾声的关系 是非常地强烈的 那如果你再往前看一点 第四章十一节 这个新娘呢 也邀请这个新郎 来占有他 他说 北风啊兴起 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他加美的果子 哇 这个新娘 在洞房花竹叶 他邀请他的丈夫 他的良人 能够来完全地占有他 享受他 享受他的身体 享受他的心灵 哇 这个很清楚啊 你看见 无论是洞房花竹叶 无论是婚后 有一件事情 对于夫妻的性关系 是很重要的什么呢 就是尾声 就是尾声 那么刚刚我讲的洞房花竹叶 现在我讲婚后的连结 到了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 他们已经经过寻觅 又再一次恢复那个连结的时候 在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 这边新郎又再次形容 他跟新娘的关系 他这样说 应该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是新娘讲的 新娘讲的 他说 我的良人 下入自己的园中 到香花旗 在园内 木放群羊 采百荷花 我使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是我 他在百荷花中 木放群羊 这个也是一个 很美的一个描述啊 他这边讲的百荷花 其实百荷花 就是指的这个旗子 就是指的家欧 因为在前面 二章二节那边说 我的家欧如同百荷花 在荆棘中 雅各苏很喜欢用花 来形容这个妻子 用树来形容 代表这个丈夫 代表这个男性 那么他的妻子 就是那个百荷花 然后他进到 这个百荷花中 木放群羊 木放这个字 它在原文的意思呢 是细细地欣赏 跟享受的意思 它包含有爱人 跟亲密的意思 而采摘百荷花 采百荷花那个动作 跟那个木放是同一词 其实他都在讲 他们有美好的 亲密的关系 也包含了性的关系 是非常享受的一种 亲密的爱情关系 而这个爱情的关系 很明显 它的基本的关键是尾身 对吗 他说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不但是尾身 而且在这里 他的尾身 比前面更升级了 因为在第二章十六节 第二章十六节那边 也讲到一次这样的话 那是抓了小狐狸之后 他们解决了 他们中间的关系的问题之后 这个妻子这样说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不过在这里呢 他经过一番寻觅之后呢 他这个尾身更升级了 他说什么 他倒过来讲 他说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所以在第二章 他是说 良人属我 我是优先的 良人属于我 现在他说什么 是我属我的良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因着这个尾身 就更加地升级 因为这一段 他讲到的是 夫妻的性关系 所以我再focus 在这一点上面来讲 其实从这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性关系能不能幸福 它的关键不在技巧 它的关键也不在经验 它的关键是在尾身 看得非常地清楚 尾身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刚刚读过那一段圣经 他也说同样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二节到第五节 他是明明白白地 在讲夫妻的性关系 而且他对他 有非常技术性的指导 那么他的指导的 其中有一句话 非常特别 第四节 他说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 丈夫也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结婚就算了 如果你结了婚 你对你的身体 就失去了主权 你不能再主张 你的身体要怎样 请注意听 这是夫妻性生活美满的 关键中的关键 圣经直接这样讲 还有主权的人 不会幸福的 放弃主权的人会幸福 那放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很吊诡的 他说丈夫不能主张自己 身子乃在妻子 所以妻子不能主张自己 身子乃在丈夫 那么如果丈夫想要的话呢 妻子就不能拒绝 因为乃在丈夫 对吧 那么如果妻子不要的话呢 那丈夫也不能强求 因为乃在妻子 所以这到底是怎样呢 所以我说他是吊诡 他是吊诡 其实这段话的意思 还不是从负面来讲 是比较难去应用 但是从正面来讲 比较容易了解 其实放弃自己的权的意思 用正面来讲什么呢 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 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 而做这个事情 注意好 夫妻性关系 幸福的秘诀就是 为了要让对方快乐而去做 为了对方快乐而去做爱的人 有福了 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 这样做的人 会有非常美好的夫妻的性关系 好 还有一点时间 我要讲一个例证 有一对夫妻 他们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地不好 甚至闹到要离婚 非常地严重 那么圣灵帮助他们 对他们说话 好长的一段 好多年的时间 那么他们决定不离婚 往不离婚的方向前进 他们亲近主 主不断地对他们说话 改变他们 他们甚至就是越来越好 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们失去了 这位丈夫被神管教 她失去了自由 她跟妻子见面也受到限制 那么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位丈夫经验圣灵非常大的工作 后来他们又可以见面 以后 他们夫妻的关系又 可以说是180度的反转 怎么呢 就是这个丈夫跟我讲 她说跟妻子的关系非常好 包括性生活 非常好 她说呢 因为她以前觉得 娶的这个太太 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她这几个月过来之后 很奇怪啊 她被上帝调整改变成这样 她觉得能够娶到这个太太 三生有幸 他们的性生活 有非常大的改变和提升 为什么 这个丈夫 我问她为什么 她跟我说 她说 因为她以前有外遇 她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她死心塌地的 就只要这一个 这讲得比较白的话 就是 她再也不去想 她的妻子之外的 任何的女人 而且完全没有可能 完全封杀 她只有这一个 她完全地接纳 她妻子在性生活上的表现 本来是不太接纳的 那么 所以她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不满意地变成满意 而且越来越满意 最近她们又有一个 很大的突破 就是非常好 不但是好 而且非常好 这个细节就不变描述了 那么 我问她说 为什么又有这个突破呢 她说 因为她学会了一件事 她在跟她的妻子亲热的时候 她学会了祷告 因为她知道 夫妻行房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这是上帝祝福的事情 这是神圣的事情 既然这样就可以祷告 所以她常常就祷告 她的祷告也非常有趣 她说她就呼喊耶稣 主啊 求你帮助我能够美满一点 耶稣你比我更知道 我的需要跟他的需要 我把我们继续的这个动作 交在你的手上 求你带领我们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她们夫妻两个 当然不好站在这边讲了 但是我看到之后 哇 非常喜乐 她们两个人 能够有今天这一步 是不可能的 从人的眼光看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我以前看到他们 就在想 什么时候会离婚呢 我也警告他们 你们要离婚就不要找我 我不管 我不是处理离婚的牧师 如果你们想要 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可以来找我 如果你们坚持要离婚 我就再见 那么还好 他们选择往这个方向走 而且没有想到越来越好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好的关键在哪里 为生 对吗 不单为生 而且祷告 而且倚靠神 你有没有听过人 在做亲密的动作的时候 有祷告的这种例子 我告诉你 可以祷告 为什么 因为上帝喜悦这件事情 因为是他创造的 你觉得为什么 男人女人会有性关系 因为神的创造 对吗 既然他造了 他就是非常喜悦这件事 马丁路德这个神父 他改教以后变成一个牧师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 他去结婚 对吧 他不但结婚 他有非常美好的性的神学 他说夫妻间的关系 当夫妻在归房 进行归房之乐 快乐的时候 上帝非常高兴 天使也在喝彩 我在想一个神父讲这个话 实在是很了不起 神不讲这个话 是很了不起的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 是神大大祝福的性关系 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关键是尾身 因为上帝要借着尾身 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说 婚前的守真 婚后的守约 都是有美满性生活的关键 那么好 这个刚刚我是讲到 这个是讲到我们跟神 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样 我们也需要有更深的尾身 更亲密的互动 上帝不只要我们 把他当作第一优先 他也要我们全然地属于他 神非常看重我们 跟他的关系 神不但爱我们 而且他希望我们也爱他 你记得他跟彼得问过三次吗 他说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问了三次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你在所有的宗教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你绝对不会看到这个 那个上帝跟他的子民说 你爱我吗 好像上帝很需要被爱 是不是 为什么他一直问你爱我吗 他关心我们爱不爱他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爱 他知道我们如果也爱他 我们会得到更大的祝福 他希望跟我们之间建立一个 更深更深更亲密的 一个爱情的关系 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意 但是怎么样可以完全地尾身 跟神有更亲密的爱的关系呢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就像那个弟兄 他在跟妻子亲密行为的时候 他祷告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祷告 需要求圣灵充满我们 除非上帝把他自己的爱 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 吸引我们 我们不可能跟他有更深的关系 我们需要神的爱 不断地充满我们 浇灌我们 求圣灵来带领我们 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的 一个很大的突破 有一次是因为 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里面 所产生的 我有三个孩子 我的老大 我的大女儿 最近她前几天刚刚生产 我看到她的那个 我的小外孙女 我第一次当阿公 非常不适应 但是真的很可怕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外孙女 我就爱上她了 很可怕 我就想到 我的女儿小时候 我有同样的这个经验 我的大女儿一出生的时候 我看到她 我就爱上她了 我觉得她真的很漂亮 很可爱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这样地喜欢她 那么我想到这个喜欢我的孩子 爱我的孩子 我有一个什么 对 好 我讲一个 她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次她要去上学 那天下着毛毛雨 她穿着一个黄色的一个小雨衣 里面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书包 不想那么大 为什么那么大个书包 那么矮矮冬瓜这样地跑 然后跑到巷口要上车 我有好几天都站在 我的二楼的那个阳台上面 看着她就送她走 那她上车了 我就比较放心了 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有一天 我看她上车以后 突然我里面有个问题 我觉得是圣灵问我的 问我说 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我的回答是 很好看 可是想一想 对 有什么好看的 真的没什么好看的 你知道吗 她说我就是喜欢看啊 我就喜欢啊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看的 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也是有一种 有一个经验 我记得我的女儿刚出生 我就一直觉得她很漂亮 很可爱 我还喜欢她 可是后来我忘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看了一张 她刚刚出生的医院照的照片 我一看到的时候 这是谁啊 哦 是我女儿啊 怎么这么丑啊 照片是很客观 很真实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并不好看 你知道吗 有人说有点像小猴子这样子 然后呢 皮很多皱皱的 有没有 脸瘦瘦的 可能被缠到挤的这样子 没什么好看的 可是我从来不记得我的孩子不好看 我从来不记得她不好看 我说这个照片是她吗 我怎么都没有印象呢 那一天圣灵问我说 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就是很好看 我很喜欢 然后第二句话很要命 圣灵对我说 那你相不相信 我也是这样喜欢你呢 哇 这句话太可怕了 我知道神爱我 可是如果我说神喜欢我 我不敢讲 为什么呢 我也常常犯错 对吗 我也常常需要认罪 而且有时候我故意地 硬着景象 不照着她的意思做 那我后来又回来认错 我觉得神应该会爱我 可是喜欢我呢 哎 很难讲了 我说神啊 你会不会有时候是 咬牙切齿地喜欢我 而不是真的喜欢我 那么可是神说 你相不相信我会喜欢你 像你喜欢你的女儿 哇 你知道 那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神是这样 喜欢我的话 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知道 我有多喜欢我的女儿 我说主 你真的是这样喜欢我吗 我女儿也常常犯错 我也会管教她 可是我对她 基本的情绪是喜欢 你相信吗 我看到她就很快乐 我说主 你看到我就很快乐吗 不会皱一点眉头吗 又来了 还是看到我就喜乐 哇 我觉得如果神看到我 像我看我的女儿那样的喜欢 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后来我慢慢地在读经里面 神回答我 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三第四节那边说 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因为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意思说 喜悦的 注意喜悦的 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 注意他不但爱我 用宝血洗净我 他还喜欢我 他预定我将来要得到 他儿子神儿子的 那一切的产业 丰富的祝福 哇 神真的很喜欢我 我想到神 对他的爱子所说的话 耶稣在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句话竟然也是对我说的 因为我在基督里面 我心里面非常地感恩 我发现神喜欢我 这件事情大大的提升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神非常喜欢我们 神非常喜欢亲近我们 我们如果亲近他 他一定会亲近我们 因为他早就在那里等我们很久了 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常常地来到他的面前 亲近他 并且伪身给他 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 好 那怎么样在一个亲密的爱情的关系里面 可以继续地活在这个爱中 继续地走下去呢 有两个秘诀 第一个 消极方面 你要知道 你真的会有怠惰 怠慢配偶 怠慢所爱的人的这个危险 你要常常地提醒自己 把对方的爱需要当作第一优先 第二个 积极方面 要全然地委身 同心同行 这样你就可以活在跟神 跟人的爱情的关系里面 愿主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安静一点 在神的面前 安静一下 今天的讲道 有没有对你很有意义的地方 请你慢慢地思想一下 你有没有怠慢了 你所爱的人的需要 你是不是像神 像人完全地委身 活在爱的关系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应该你要调整的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今天对我们传讲这个爱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 不单单是 单单地信主而已 不单单是建立关系而已 而是能够建立更深的爱的关系 主啊 你是丰富的爱的泉源 你要把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 彼此有更深的爱情的关系 也跟你之间 有更深的爱情的关系 哦 主我们呼求你 愿你来吸引我们 愿你把你的爱 丰丰富的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让我们能够爱你 好让我们能够爱人 愿你带领我们 能够完全地委身 把自己交托给你 也交托给我们所爱的人 好让你自己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